原标题暖文上海民警意外收到奶茶外卖单上留言谢谢找回失误 11月1日傍晚上海浦东洋园派出所值班室寿里大厅来了一名外卖送餐小哥说提数杯奶茶要让民警签收 民警四处询问了下没人下过单快递小哥连忙递上手中的外卖单 上面写着麻烦送到派出所接待处给直班民警和负责监控的民警 谢谢他们帮我找回失误 奶茶是一名为表感谢的施主送的 当天一名男子急匆匆的来到洋园派出所求助 他告诉民警自己性前来洋园地区钓鱼 结束后不顺将鱼竿望在赵高路某处找不到放鱼竿的地点了 民警捷报后立即调阅了赵高路的周边监控 仔细寻找下最终帮钱先生找回了失误 谢过直班民警后钱先生就离开了 洋园派出所一名民警表示 本没有将找回失误的事放在心上 没想到钱先生送来了奶茶 在收到这份暖心的礼物后 他随即拨通了钱先生的电话 感谢他对警察的信任和关爱 澎湃新闻 www.spare CN记者随后联系上了钱先生 他说自己是一名钓鱼爱好者 当天下午不顺将鱼竿已实在路边 发现之后返回去找已经不在了 所以抱着失误的心态就去派出所登记了 钱先生说 鱼竿大概价值8000元左右 根本没想到能找回来 事后他觉得民警的职业精神和工作让他很触动 决定应该做点食妖 钱先生说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奶茶比较合适 而且怕口味不合 我特地给他们点的五堂 责任编辑诗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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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